《林宗》 林宗這個作品 其實我們探討到後面最想要做的是 代替陳志雄他女兒去見他爸爸的最後一面 如何補足我們對於台灣歷史記憶的遺憾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身為創作者 一個蠻重要的要做的事情跟工作 就是他是一整年的創作 所以應該是沒有在想說 怎麼引導觀眾進到這個空間 而是說這個故事我們可以講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 故事我們可以挖掘得更多的話 那觀眾進到裡面他就可以有他的體會跟想像 雖然說我們做台灣人 我是比較注重那個人生 所以我們訪問的時候 我會去問說 啊!他太太的生活 他女兒的生活是怎樣 我們其實這個資料很少 現在是很沒差 他們太太和他們女兒都已經過身 所以我也是剛才有接觸過的人 來風潘 我們會想說 是不是他做協名 放衣服沒有嫁 沒有嫁給我拿 但是其實不是 他的心裡 一直想說 要照顧他們 可以跟他們 沒有 陳志雄先生目前 流傳在世的 有一個比較壯烈的 一個故事的版本 是說不僅陳志雄先生 他是以台灣獨立為口號 而壯烈犧牲的台灣地位意識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在那個 就是 被托付刑場之前 其實他的雙腳 據說 據他的預由 就是口述口傳 是說他的雙腳是被 砍下之後 然後血淋淋的 拖去刑場覆益 當然就是 這一段過程 在我們的 田調的一些訪談中 有一些真相慢慢浮現 但因為 大家是因為這件事情 而特別就是 對陳志雄先生 感到就是印象最深刻 然後我想到的元素就是 我用 紗布繃帶 然後去做拖印來做 呈現這個印象 紗布本身就是 跟傷口 然後可能跟甚至是 死亡的關聯性 就是都蠻強的這樣子 拖印的話就是 想要呈現是一種 就是有點落影落線 然後也有一些足跡的感覺 絕對 然後還有一個元素是 像是關落因的感覺 然後因為關落因 也是會用 繃布之類的東西 幫助眼睛這樣 我們網絡另外 查到一些資料 因為 丹志雄先生這件事 是英國的那樣 所以 它有很多 是用 靠團的歷史 靠團的歷史 我們說 驚錢的驚錢 驚位的驚位 大家都 有時候 有些人是 要 驚掉 他主機的 影響性 或是要驚掉 彈志雄先生的影響性 不管是什麼 他可能會越來越陷 越來越陷 譬如說 他腳 獨斷 那種 拖水打錢的時候 腳是獨斷的這件事 在我們荒蕩的過程中 大家都說 這件事太難過了 不是這樣 他可能是 不管是 擴充 或是挑戰 跟 講下去 陷入 他主機上腳是 都完全的 拖水 因為如果腳短 他沒辦法拖水外面 然後這個 我們想要 跟我們傳統的 大生母親 做一個雙關的連結 因為 傳統的大生母親 我們一般會說 他們的 扛神將 我們會叫他 將軍腳 那將軍腳 基本上 跟神偶 他是同一個載體 就是 神偶像的身體 但是 他的雙腳 卻是人的 那其實中間 有一個不明而喻的 雙關 是後人 其實扛著先人的意志 繼續在行走 在 現在的這條道路上 因為平常這個 這個計畫的 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就是 到底什麼是某一種 民族性呢 或者到底什麼 我們是什麼人呢 到底 到底我們在台灣 是 是台灣人嗎 還是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 這個都很多 不一樣的視角 在我們的生活 從每個人的視角也不一樣 然後怎麼樣 怎麼樣去論述 可能大家的觀點 跟想法都不同 但當然三生 有自己三生的看法 那我們也不斷地在 行錯這個過程 尤其是 就是有一些 傳統的 音樂型態 它可能 我們都知道 都有些脈絡 可能是來自於中國 或者是來自於 更遠的 東方 都有可能 但它落腳在台灣之後 它變成一個 什麼樣的樣子 那為什麼會變成 一種我們台灣看到的 音樂型態 可能這一兩百年 我們漸漸的 跟中國的樣貌不同 的那個 那些特殊的點 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把這些點 整理起來 然後做為這個計畫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音樂概念 就以這個作品來講的話 其實女性的身體 是原本就被設定好的 因為我的角色 其中有一個部分 是陳志雄的女兒 Volny 那在這個作品裡面 其實服裝設計 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它其實一展現 其實就是一個很明顯 女性身體的模樣 這樣子 然後在轉譯宗教 與現代舞之間 對我來講 空間必須跟身體 以及記憶 達到一種聯繫 然後用肢體 來表現出來 這樣子 那我的身體 就是一個生活的身體 就是一個現代舞的身體 放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想 就是一個 轉譯 我覺得身為當代創作者 也會跟台灣時代脈動 有一個很大的關聯 因為台灣正在 轉型正義的狀態中 其實很多答案 它是一個 模糊不清 或是說 都可以 也不行 它在爭論跟吵鬧之中 那我覺得 需要一群 一群創作者 一起來對這些事情 來做出 反思跟思考 而不是遺忘它 因為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是 你會發現 台灣很多政治事件 就例如以228事件 來講好了 其實那些 我們的長輩 或是當事的 受害者 或是家害者 他們已經 漸漸的消失或凋零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 就 228大家今天放假 然後有發生這件事情 可是 它離我們又又遙遠 如何把那東西 連跟我們現在的生活 連結在一起 然後有新的解讀 那這次我們 第二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是